最新一期的王牌对王牌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观看 这一期的节目中 节目组请来了贾乃亮 张婉逸 李亦彤和杨迪作为嘉宾 不过大家有没有发现华晨宇在这个舞台上还真的是拼命 在木头人不许动的环节中 华晨宇完全不顾自己的形象 在纸压板上横冲直撞 在其他人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 华晨宇第一个就冲出去了 在接下来的环节中 华晨宇更是直接抱着贾乃亮不让贾乃亮动 最后贾乃亮不得已伸出脚丫子和沈涛拍掌 贾玲直接说华晨宇本来是一个很有偶像包袱的人 还是摇滚歌王 结果为了这个节目真的就不顾及自己的形象了 对此 沈腾给出了一句看似直接吐槽的点评 这是因为不是音乐专题了 所以华晨宇如此拼命吗 因为这一期节目比较侧重于演技 并不是华晨宇的特长 所以华晨宇是真的很豁出去 为了节目效果牺牲了很多 而沈腾提到了音乐专题 那我们就来看看华晨宇在音乐专题的表现 在音乐专题的那一期节目中 华晨宇是真的很活泼又很灵动 那一期的游戏节目也相当适合他 不管是倒唱歌曲 还是吊在单杠上唱歌展现肺活量 他都做得相当不错 大家也是相当佩服他的专业能力 极客倦意还想让华晨宇加入他们嘉宾队 但是在其他的专题中 他的表现就不是那么突出了 王牌对王牌有几期是卧底专题 王牌对王牌节目组是真的很喜欢卧底这种玩法 而这几期节目下来 卧底的人选倒是很固定的 而除了卧底这个角色 节目组还会设计一个正方的代表人物 在之前的一期节目中 这个角色就给了华晨宇 正常来讲 华晨宇知道其余人的身份 他应该带领大家找到卧底 在这一期节目中 沈腾是一个普通身份 可是他年龄最大 而且威望又高 又很熟悉游戏套路 反而华晨宇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大家完全是跟着沈腾的步调来的 华晨宇虽然分析很准确 但是却没有几个人信他 加上卧底在其中浑水摸鱼 所以那局游戏赢得也很艰难 而且在很多游戏环节 因为华晨宇 关晓彤还有宋亚轩年龄最小 所以基本上都被沈腾和贾灵推出去接受游戏惩罚 华晨宇从来也不逃避惩罚 被惩罚得像是落汤鸡一般 也算是增加了不少笑料 他 关晓彤和沈腾的斗智斗勇也算是节目的一大看点 这一期节目中华晨宇还在唱你是哥哥 我是弟弟 然后让沈腾好好给他遮风挡雨 那么 这期节目摆语